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学习《现观众案论》 《现观众案论》 总共有第八品 其中现在我们讲的第二品 前面的编制品已经讲完了 《现观众案论》主要有八十和七十亿当中 前面七十亿当中应该十个亿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明或者表示编制的十种法 包括法心 教言 说意以及四种修行等等 前面已经讲完了 前面所讲到的编制也就是说是佛的智慧 佛的这种智慧不可能是依靠 常有的法当中产生的 因为如果常有的法当中产生 那么很常存在有 或者很常存在无有 有这样的过失 它无垠当中产生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无垠当中产生 所以按照十两论的观点 随顺世间的时候 它也可以依靠一种因而产生的 那这种因我们平时所说的五道十地 五道十地这样的圣者的智慧 经过很长时间的经历以后才得到的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 编制是从什么地方而产生的呢 以道制而产生的 所谓的道制就是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实际上也是佛编制的唯一的因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佛陀的辩制 依靠发行当来说明 这样辩制的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道制 所以紧接着 我们讲到第二品 下面讲到道制的时候 道无相的相关道制 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生道制的所依之分 依靠什么样的身份来产生道制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能以幼稚者道制 也就是说道制他自己本身 其实道制就是 归根基地 它是菩萨的一种智慧 菩萨的智慧有不同的 声闻道制 圆觉道制 还有菩萨道制 也有不同的一些道制 下面会详细讲 首先是生道制者 所依之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道制表示 总共有十一法 我们前面第一品当中 辩制能表示辩制的法 总共有十种法 然后现在第二品当中的道制 用十一法来表示 十一法来表示 其中第一个叫做道制之分 道制之分是指的是什么呢 道制产生的身份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相续当中有一个智慧 我的身份叫做道制之分 这是我们表示道制十一法当中的第一个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学了《现观众养论》八十七十一的时候 那么七十一是每一个应该说明什么 每一个七十一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首先讲道制之分 分为它的本体和分类 本体能生道制的身份的 也就是说它的本体实际上是 就是生道制的殊胜身份 或者是殊胜条件 或者是殊胜的因缘 叫做道制之分 那么我们用分类来说明的话 实际上是遣除它的道制 也就是说违缘和成办顺缘 还有圆满它的作用 分三个方面讲 然后第一个也就是说 遣除它的违缘 或者说离缘 这个是什么呢 在一个圣道制的身份来讲 首先必须要遣除 比如说我们要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 那阿罗汉国位的违缘是什么 获得一个法师的国位的话 那它的违缘是什么 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那么它的违缘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你得到不同的境界的时候 都有它的一种违缘 所以首先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下面我们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调伏诸天国 放光灵阴暗 就是在颂词当中讲的 调伏诸天国 放光灵阴暗 这个实际上是他跟佛陀当年转 般若法轮有一定元气上的关系 当时佛陀在印度 先转了遍制法门的般若法 紧接着导致法门的般若法门 在这个时候 当时来了很多舍戒的 第一 二三三的天人 还有玉戒的 三十三天上面的 还有玉戒的 比如说四大天王 玉戒的这些天人来听法 当时他们来听法的时候 因为这个天人 他有前世造善业的 一种异熟果报的身体自然具足光芒 那么这个时候 天人们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傲慢 认为我们色戒天和玉戒天的 天人的身体 自然而然放出无量的光芒 照遍周围 而色戒的这些众生没有那样的光芒 欲戒的众生 欲戒的众生没有这样的光芒 你看 你的电话 怎么 今天你们女众电话很多啊 好像七十年代的一个电话样 很难听 七十年代的时候就这样一样 你看 刚才我的思路也断了 你们的思路也更是那个 下面刚才讲的什么呢 就是说 舍戒的这些天人 玉戒的天人生起傲慢心 当时他们认为 玉戒的人们没有像他们那样非常庄严 或者说是光明的光芒 没有这样的 然后产生傲慢 那那个时候佛陀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相续 如果他们相续当中产生傲慢心的烦恼 那即使转了般若法轮 也是不能利于他们的相续 然后佛陀以自身无漏的智慧和自身的自性光芒 自性光芒并不是他特意显现各种各样的 神通和神变的光 如果他显示神通和神变的光 整个照耀大前世界 全部都光亮无比这样的 但是他没有现前佛陀具有自身的光亮 就开始光芒逝射 在这个时候原来这些天人的光 就像在镜子面前 放置一般世间的金属物一样 已经黯淡了 已经根本显不出来 而且显得特别难看 在这个时候已经摧毁了 周天人所有相续当中的傲慢 所以在这一段话说明了什么 讲到圣者见到无声的智慧 如果你要得到 至少也是你的相续堪为法器 如果你的相续没有看为法器 产生傲慢心 傲慢心只是一个说明 还有贪心 诚心 嫉妒 以及其他的根本烦恼和碎烦恼 如果这样的话 就像一个器皿 里面有毒 那我们怎么样对它 任何其他的液体也好 食物的话 毒就变成毒药 不能使用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不是讲法器的过失 讲过失的时候 具有烦恼 炸肚过失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 平时听受般若法门也好 还有其他任何一个大乘法的时候 先要树立自己的心态 要看看自己相续是不是清净 而且有没有傲慢心 如果有傲慢心 我们平时也是讲 傲慢的铁丸 不会沾上功德的水底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真正的传承上师们也好 诸佛菩萨他所带来的甘露妙法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根本没办法滋润 在这里已经说明什么呢 首先是讲到了 般若法门也好 或者道者的法器 一定要遣除了傲慢 当先行烦恼的一个众生 如果遣除了傲慢 那么他可以堪为法器的 如果你没有遣除这样的烦恼 即使世间的一些利探者 他也不能堪为法器的 因为你相续当中有了傲慢 我们平时也是 大家也知道 昨天公案当中也是有吧 他说 六祖禅师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这么傲慢 如果他傲慢的话 对他的自知信心的法门也好 或者对他的印证都不能成功的 不能成功 因此一切大德对弟子的法器 也是所谓的傲慢这个字 非常重视 像《俱舍论》当中所讲到的 增上慢 大慢 卧慢 其中慢也可以讲 除了这个以外 就像我们《亲友书》当中所讲到的脚 脚慢 也就是说自己的重心很好 自己有执著 自己的才华不错 还有青春 还有自己很年轻等等 这些冷戳 涂疤 还有听闻 非常好 现在有些人在听法过程当中 表情上也看出了 我是世间当中高下毕业的 文凭很不错 始终心里面有种放不下来的 其实文凭的话 有时候也是算不上什么 如果相续没有调伏 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哪一个地方 有一个女博士生 她也是一个大学教授 在一个高校里面带大学生 后来她好像感情上出了问题吧 自己跑到泰国去 通过人工塑进 自己坏上孩子 到中国来到处去 最后没有办法 好像逆走的 最后自己在街上流浪 她家里最后发现的时候 从小的时候我们对孩子 对他的知识很关注 除此之外没有想从小的时候培养 她人与人之间怎么样沟通 人与人之间怎么样交流 从来都是没有交过 后来父母也是特别的 自己觉得有一定的责任 为什么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呢 最后在街上已经成了牛郎 而且精神完全崩溃了 完全都是没办法 他自己已经变成那样的人 这是什么呢 首先可能自己也有一种傲慢心 同时除了一个文凭 或者是世间的知识以外 他基本上跟别人的交往和基本的作人 这些方面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从小学 中学一直到大学 博士生之间的 整个学习的生涯当中 他可能没有想到给人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 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群体 人如果每天都有一种抱怨 每天都有一种怨气 对上上下下的一种不满 这叫做社会的一种疯恨 这种疯恨实际上有一种怨气 这个气对整个空气 也是有染的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有一种抱怨的气 不断地出去的话 整个空气也有 比现在的所谓的有些污蔑 还有很多方面 可能更要厉害的 再加上自己内心的健康 自己内心的情绪都有一定的危害 所以说 一个是文凭也不能 算是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再加上自己的年轻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长得很好 我家里很有钱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家里再有钱 你长得再怎么样 也是残酷才是青春 所以说 过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老年人 看不惯青春美满的人 他们很傲慢 所以故意刺激他们 这也是慢慢发现 实际上确实是 很多人都暂时的 我昨天看到有些人也说 如果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如果受到了佛教的一些教育 不会受到很多的惯怒 不会自己依靠傲慢 依靠贪欲 依靠嗔恨心 造了许许多多恶业 所以现在有些老年人 有些中年人 他回过头来看相关佛教的一些书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遇到佛教的太晚了 自己人生当中的许多痛苦和 许多失败 来自于自己的执着 但这种执着 你再过了十年 二十年之后 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是特别愚痴 特别可惜 以前没有找到佛法 所以我想很多的傲慢也好 心态 都是不合理的一种 加力的心态 这些都要遣除 这样之后 心很清净的 观清净心的 对道友也观清净心 有一种包容 你看 坏壤禅师的话 他怀有谦让的心 所以叫做坏壤 所以很多人如果确实是 坏壤禅师的话 那大家都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心里 什么都装不下 稍微在旁边一个人 给我碰一下就不行 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 各部门之间 然后一个部门当中 人与人之间 我最关心很多人的这种交往 有些人还是很有智慧 对上上下下 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很好的智慧来 进行交往 对谁都合得能 对哪个人面前 自己有一种智慧和能力 对他们这样的话 这种人修行 也应该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最缺少的是人格教育 所谓的人格教育 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一种三桥智慧来搞好 然后过了以后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 我们从来都是没有想的 现在的社会 虽然口口声声就讲到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但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都是给谁都合不了 更不能说是邪通而去 那这样的话 可能和谐只是在词语上的 一个美好的形容词而已 实际上真正从我们内心当中 从自身做起来 也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和谐社会 跟菩萨的道指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我踩得很远而已 我踩得很远了 下面讲到成办 刚才这是违缘 我们修道的违缘 实际上就是傲慢 傲慢不适合心态 也实际上说的是对的 那么成办顺利的智分 顺缘的智分 它这里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缘的差别 还有因的差别 还有是主板的差别 缘就要讲菩提心 因要俗心中心 然后它的主板是大悲心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身份 导致能产生的唯一的因是什么呢 它依靠因 缘 还有主板 就像我们产生一个妙药 它要它的种子的因 然后它外面的缘 还有眼光等 其他的主缘 在这种因缘聚合的时候 你可以产生 所以出世间的这种智慧 就像我们禅宗当中讲的明星间隙 或者大圆满讲的是赤乐觉醒 赤乐觉醒 显宗当中讲的是道者 或者薄弱智慧 那么这些是依靠什么样产生呢 就是说菩提心 还有无耳智慧 还有讲的大悲心 就像《入中论》前面讲的一样 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没有这些因缘 光是依靠一种形象的所谓的加持也好 所谓的一些漂亮话 不一定能真正地开悟 所以现在的很多佛教徒 实际上是比较迷茫 自己认为 上师你给我加持加持 我一定要得成就 然后上师也说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过来 过来 我给你加持 然后一本书在他的头上散下 可以了 没问题了 那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相续当中的树心还没有成熟 大悲心还没有生气 菩提心还没有发气 那这样的话 上师的经书虽然有加持 种下善根可以的 种下善根可以的 但种下善根的话 上师的法本也可以 我们在寺院里面的这些佛像 他也可以种下善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主因和外因还是要搞清楚 不能混淆 下面讲到什么呢 承办顺利之分 分三个方面 首先这样都是 愿者差别发心 也就是说 他这里有决定性和普遍 还有本性与己事业 他总共有 颂词当中是这样分开的 首先第一个 出世间第一地菩萨的道指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要产生的话 第一个 它的外缘是什么呢 外缘是发无上的殊胜菩提心 也就是说道指的对境 菩提心已经决定了 有了这个菩提心 它可以有这种因缘 啊 有因缘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 那么这个是没有这种因缘 所以像声闻的阿罗汉这些 他们有没有菩提心呢 没有很真实的菩提心 所以从出世间上面讲 他们有无我的智慧 应该说很高的 境界是很高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的话 那不能成为道指的真正对境也好 他的决定性的因缘 不能安理 因此我们虽然不是阿罗汉 也不是出世间声闻当中的那一个国 但是我们已经发了 无上的菩提心 已经发愿度化天下无边的众生 第一个道指的缘 外缘已经具足了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你如果学习大乘佛法 你如果想成佛 想成菩萨的话 那第一个 发菩提心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缺少了它 那就像我们要种下种子 而想获得庄稼的时候 你外缘没有 不可能成熟一样 有一定的困难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呢 加行道的道指也好 或者见到的道指也好 那它唯一的缘就是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一定要具足 如果它具足 那出世间智慧大的一个因缘就已经出现了 下面讲到第二个因的差别 就叫做树心中心 也就是说 从颂词当中讲的是普遍 也就是说 相续当中能生起道指的 唯一的进取因 它的进取因不是什么其他的 相续当中第一个是 要具足如来藏 如来藏是每一个众生都具足 我们在座听课的人都有具足的 还有其他世间当中的这些人 都是具足 原来我们社会科学院的有一些学者讨论的时候 我说 开玩笑 其实我们佛教来讲 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教徒 这样说的话很方便 因为都具有佛心 具有佛心的话都是佛教徒 因为它相续当中具有佛心 确实从广义上讲 每一个众生都有众心 就是足有它的如来藏的众心 但是这种如来藏的众心没有成熟 没有俗心的话 还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要生道指 出世间的智慧的话 一定要中心 要俗心 怎么样俗心呢 就像《入中论》当中所讲的一样 当你听到空性的时候 开始流下眼泪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这些道友当中 爱哭的这些人 说明是有出世间智慧的因缘 否则我们藏地有一个 像天咒般的烟咒当中 不会流下泪水的 一般来讲是不会流泪的 但如果特殊的一些 要么生起悲心就会流泪 要么生起痛苦就会流泪的 要么生起信心对佛 还有听到空性法门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有些人经常到了寺院 现在有些明星也是这样的 有些明星莫名其妙地到寺院里面 哭得很厉害的 所以后来就慢慢 慢慢皈依了 这也是说明他成熟佛心 也就是说 他相续的佛心已经有成熟的话 那说明他的因缘 已经开始甦醒过来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即使你再聪明 再有智慧的话 实际上也不能成为普遍 它普遍的话 广义上讲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心 它可以产生导致 但是在这里特别来讲 从本论的意义来讲 当时甦醒中心的这些讲 甦醒中心根据《经庄严论》 还有其他的论典当中都讲到 我们有些人确实是 遇到大乘佛法 遇到善知识的时候 对有不共的一种信心 而且自己也是 你看禅宗的很多大德 从小他的中心已经甦醒过来了 有些人 可能就像现在有些历史上的大德 他在战场上杀生的时候 突然开始醒过来了 然后他放下兵器 马上到寺院里出家 最后变成了特别出名的上师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的中心 各种各样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一些出家人 我想你们大多数的人 应该苏醒了自己的中心 因为你在这个单位当中 你在什么当中 突然依靠一种其他的因缘 对世间法没有任何兴趣 一心一意寻找出世间的空性智慧 这些都是一种成熟中心的标志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相续没有成熟 佛心没有苏醒过来的话 那跟其他人一样 给他讲了什么样再生的佛法 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他到了最殊胜的 什么道场当中也好 在佛一样的善知识面前 他不会结上任何的善愿 所以众生的中心 确实也是很重要的 他一旦真正的熟醒过来的时候 谁也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当者 家人也是来三四次把他捆起走 装在车里面 带回去了 过两天又借一个鹿匪 又跑到寺院去出家了 这也是一种熟醒众生 但是最好以后 还是要三四三种 不然刚开始来的时候 特别特别积极 最后也慢慢慢慢不闻思 最后家人也不用 自己就开始离开了 还寿了 这种现象不是很光荣 这种极少数的回忆也听说有 对吧 下面讲的第三个是主办的差别 也就是说 在颂词当中讲到是本性 那么本性 主办的特点就是说 他必定要具足不断悲心的本性 也就是说是烦恼 烦恼的方便 他这里的烦恼 字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贪嗔痴一样 自性的烦恼 但实际上他这里所谓的烦恼 跟大悲心的一种移民 因为大悲心 依靠大悲心作为菩萨 就像《十两论》当中 所讲到的一样 依靠大悲心 或者前世殊胜的发愿 菩萨在这个世间当中 可以继续利益众生 活在三界轮回当中 生活在三界轮回当中 同样的烦恼 依靠他的一种力量 烦恼他自己任务的力量 让众生也是在三界轮回当中 可以不断地扭转 表面上看到好像菩萨在三界当中 作饶益有情的事情 我们凡夫众生 依靠烦恼的自力来漂泊 表面上看来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他的力量是不相同的 一个断除了自私自利的心 而完全是一种饶益他众的心来显现在世间当中 一个以自私自利的心 自行染污的不可逆转的因来扭转 所以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根据不同的一些经论当中 都有说明 在这里的所谓的大悲本性烦恼 实际上具有智慧和大悲双云的 一种智慧和方便双云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个菩萨 他如果在世间当中 既要有一种证悟空性的智慧 否则他没办法 世间当中的各种痛苦继续堪忍 就是娑婆世界吧 有一个老师他说 他其他的课听不懂 娑婆世界这几个字听得懂 因为娑婆是堪忍 觉得学校里面对他很不公平 所以一定要堪忍 其他什么都听不懂 堪忍两个字通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每天口里面念娑婆世界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是需要堪忍 那这样没有证悟空性 没办法堪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没有大悲心的话 也不会饶益众生 因此他这里不舍本性的意思 就是说不舍大悲心 也就是说 俗心中心是菩萨根本的因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需要大悲心 无耳智慧 还有菩提心 那这样《入中论》里面讲到佛字的因 也就是说 大悲心和无耳智慧 菩提心是佛字因 那这个说法完全是一致的 下面讲的是第三个 也就是说圆满作用之 在颂词当中讲的是一种事业 即事业 他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上面所讲到的那样 就是具有方便的三巧智慧 还有利益他众的菩提心和大悲心 那这样的话 菩萨的事业自然而然成立的 因此作为一个菩萨 作为一个具有道者的身份来讲 那饶益有情是他的主要事业 除了这个以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业呢 应该说作为菩萨来讲是没有的 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 每天都是一种室友的执着 我感觉任何一个凡夫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伤心 悲伤 哀气 每天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说话 行为 包括一些心动力 全部都是为自己而转的 为自我中心而转的 而作为菩萨 他的作用 他的事业 他一切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价值 存在的价值 完全都是利益众生 也就是说完全是一种付出和一种奉献 就像我们这个灯火 他所有的生命能给其他的众生照亮 也可以说把自己全部都燃尽 燃尽之后全部都是一种奉献 所以真正的一些 前辈的大德也好 菩萨也好 还有我们世间当中 具有利盘性的这些圣者 善心者 那他们所有的圣口意 都是为利他而奉献 这就是佛的事业 也是菩萨的事业 也是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都要在因地的时候 不断学习的一种价值观 我们现在世间上 所有的价值观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自我为中心 大多数的任何东西 东西方国家的人们的心态 都是自我发展为中心 所谓的利他 应该说不是直接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 附加的表面条件 虽然在口头上 可能在文章上 应该说得比较 有一些很好的文字 或者语言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行动 都不是菩萨的心场 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事业实际上就是 菩萨的事业很重要的 《五巴佛佛的讲经》里面 关于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一个是断除不断地被信之心的烦恼 这个是怎么样 被信叫烦恼 是不是自想烦恼 这个方面也有剖析的 再加上作为一个菩萨 尤其是他用《慧海清闻经》的教证来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菩萨具有三巧方便 实际上这种菩萨对善法 比如说信心 我们的正念 经济 这些用八种善法 都有烦恼的名称 所以有些人经常说 心很烦恼 我很烦恼的话 也不一定是真正烦恼 他可能是他相续当中 生起真正的大悲心 生起真正的 这种三巧方便的智慧 所以旁边有人经常说 好烦恼 好痛苦 好伤心 我产生烦恼 在这个时候 因为烦恼就是菩提 烦恼即菩提 六祖也是这样讲的 一说烦恼的话 说明他增长菩提 他已经成就了 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里 我不光说 下面你们自己也可以参考 总的来讲 作为一个菩萨需要三巧方便 这一点很重要的 不仅是出世间的菩萨需要三巧方便 我刚才课前所讲的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弘化利生的人也好 自己独自修行的人也好 都需要一个三巧方便 所谓的三巧方便是什么呢 从简单的一个语言来讲 比如说我是一个修行人的话 那么我自己的修行 我生命最主要的用处 或者生命最主要的工作 我要修行 修行我还是要在原则上 我不会改变我的修行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在这个同时 我要完成我的使命 我要完成我的事业的话 我可能会遇到 就是利利外外的各种因缘 这个时候我也要很好地处理 所以包括现在的社会人 在修行跟工作冲突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经常不具足三巧方便 经常得罪了家人 得罪了身边的人 得罪了所有的人 那最后自己也是走投无落的 有些人在寺院当中 包括我看见的一些出家人 应该在佛教的智慧方面 很不错的 世间的智慧方面很不错的 但是唯一的就是 不具足三巧方便 因为不具足三巧方便 说话 做事 还有经常 包括他的态度 他的言识 他任何的一些行为 也是让很多人不满 当然有时候众生自己的业力现前 这个时候没办法的 你再怎么样好 再怎么样具足三巧方便 像佛陀那样 可能个别人对他不满 这个是特殊的业力 但是我们不能说 因为有特殊的业业 所有的事情全部归在业力上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在世间当中 还是需要有一种三巧方便 这就是菩萨在《般若经》当中 也是再三强调的 我们任何前辈的高僧大德都也会讲 尤其是在弘法利生和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具足一种三巧方便 我们有些道友因为三巧方便不具足 自己的发心最后也是要遮了 有些人不具足三巧方便 中间自己的闻思也是中断了 有些人因为三巧方便不具足 弘法利生的事业本来如日中天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中间又断掉了 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想我们也特别希望 你的见解再怎么搞 你相续当中生出离心 菩提心 无二慧 还有觉醒 智慧等等 如海的这些功德基本上像军规教言 二规教言论 《萨迦克言》里面所讲到的基本的一些作人也要懂得 否则你的功德很难以利益众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种三巧方便的人 说实在存不难行 可以这么讲 自己真正的慈悲心和智慧 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是要利用起来 恐怕很难展开事业 这也是一种窍诀吧 也是一种窍诀 所以这些我想大家也应该清楚 在这里一直《慧海青云经》里面 所讲到的三巧方便 其实《般若经》里面还讲了很多的 但是我自己经过多年的 跟人生的一种体悟 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交往的一种体悟 我们修行人 修行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 就像前辈的 嘎等派的一些大德一样 他跟谁的不随顺都是 这也是一种境界 但是如果你要想真正利益众生 尤其是我们在现在这样的时代 应该说是 众生的根机越来越低廉 我们的烦恼越来越粗重 很多人说 将来二十一世纪 二十二世纪的时候 更加美好 更加实现小康社会 那这种小康可能小健康 大健康就已经没有了 开玩笑 我们的烦恼确实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时候 需要前辈的上师们的教言 尤其是自己 应该有一种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无论是到哪里 有一种生活可能处处对你带来一种违缘 或者说不满 不管是什么样 你到藏地 到汉地 到印度 到西方 在哪个国家的话 我们旁边有无数的凡夫人 凡夫人都是想做的 自私自利的心 然后我自己没有一定方法的意识 或者我自己没有一种 三恰方便的智慧 无论是在哪里 有一定的困难 如果我们自己具足这样的兵器 或者这样的智慧 那就不会有什么通过 有些人说 我在某某道场当中 如果继续待不下去 怎么办呢 以后我怎么办呢 哎 上师老人家 你不要离开 不是 离开了 我怎么办呢 那这说明自己修行没有把握 如果修行有把握的话 任何一个地方 处处应该是善缘 处处应该是修行的一种增上缘 如果你修行不是很好的话 无论是在上师那里 道友那里 最殊胜的 即使你在极乐世界 也许跟其他道友的关系 会不会有不好 也有关系 不会 哪个都没有 这是假设句 假设是可以的 在医名当中可以用的 下面第二个讲 应该说是能以有知者道之 能以有知者道之分为两个方面 无缘了之 善道之 现观见道之 还有意见修行之 现观道之 一个是见道道之 还有一个是修道道之 这两者 第一个分声闻道之和愿觉道之 还有菩萨道之 分在三个 首先第一个声闻道之 这个声闻道之 实际上是我们 在表示道之的十一法当中 第二个法也叫做 弟子声闻道吧 你们看看道士的七十一法当中 那么这里面 弟子声闻道 这个道之分为正式宣说 逼之因抉择 声闻道之 还有他的因 那么声闻道之 声闻道之 我可能在镜头里 是吧 吹海老都是 我到底为什么吹我呢 你认为我二个那么不好啊 他说 吹海老 不要怕说的 吹海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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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不要怕说我假的 下面 声闻道之 这个声闻道之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菩萨能知道声闻的人物等智慧的这样的 智慧叫做声闻道之 不是说声闻远觉相续当中的智慧 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菩萨 那么我能通达声闻相续当中的 所有无缘空性的智慧 无缘空性的智慧 我的这种境界叫做声闻道之 不是说声闻相续当中的 这种境界叫声闻道之 也就是说一般作为菩萨 他以三轮提供的智慧来摄持 当他三轮提供的智慧来摄持的时候 就是说 先发菩提心 然后比如说 噢 他一直在呜呜 它也不会吹 你看 不会吹海洛 下面讲到 第一个是 我刚才讲了 它的本体是这样的 这个分类人情声闻道之 还有无缘了知它的道之 其实这两个都是声闻道之的本体 我们一起讲也是可以的 如果一起讲的话 那么道相之力中 有者有诸世生地 形象不可得 当之声闻道 什么是声闻道呢 刚才讲了 菩萨已经证悟了声闻相续当中的任务等 圣者十地 也就是说 苦及灭道 就是四地 苦及灭道如果再这样详细分的话 总共是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有十六种形象 然后《般若经》有二十六种 在讲义当中也是有的 如果是俱舍论的话 比如说 苦地 无常 苦 空 无分四个方面 然后那个基地的话 因 极 还有缘 僧等这样分 总共有十六种形象 或者二十六种形象 也就是说 作为菩萨 他完全都是通达 这个声闻相续当中 苦地完全明白 然后基地要了知 苦地的来源是基地的 然后这种基地依靠道地来断除 最后现前灭地 这个如果再光泛的话 十六形象也好 三十二正义 断除三十二正义等等 就这样的形象 这个叫做他的形象 那最后不可得 所有的这些十六形象 在见到菩萨的智慧当中 所有的十六形象也是 只是在世俗当中 如梦如幻而存在而已 实际上是在圣者的入定根本会 入根本会定当中 犹如虚空一般 远离四边把戏的 完全不可得到的 那么这个就叫做声闻道指 声闻道指 就是这样来理解 第二个 这样的声闻道指 也就是说 菩萨相续当中的 这样智慧的因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抉择分 也就是说加行道 讲到加行道 那么这个分为一个真实宣说 跟笔者理由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真实宣说就是说 声闻道中有色等空过 空无别为乱 有比无所得 虚伪之定位 他这里讲到 菩萨声闻道指的因是什么呢 剑道的因就是加行道 那加行道呢 我们前面第一品的时候也讲过 有加行道的四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就是讲 声闻道中对色恶相维等 乃至遍制法之间的一切法 通达了空性 而且这种空性也没有任何的分别 比如说柱子的空性 跟瓶子的空性 还有佛的空性 跟众生的空性 全部都是无二无别的 通达一切万法的空性 都是无二无别的 这个叫做加行道的 乱为的境界 然后再进一步的 像这样分别的空性 无所得 从本体方面 从积道果也好 或者提因果 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时候 最后一无所得 完全都是一种空性 空也是不可得的 这样的境界叫做定位 因为你的世间当中的修行 已经到了定点了 这是加行道的定位的境界 可以虚为是定位 这个是前面两位 人为与舍等破除长等力 以与四地等有光所无助 净明第一法 下面第三个阶段说是加行道的认为 加行道的认为对舍身相为等一切万法 破除了所谓的长 无常 还有清净 不清净 有我 无我 等等所有的这种辩 全部已经解脱了 叫做辩解脱吧 这个可以称之为是什么呢 认为 因为对法的空性 有一定的人不会畏惧 不会害怕 现在有些人一讲到空性的时候害怕了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不用怕了 得认为的时候就不会的 然后再进一步地 对从一地 几细地 二地 五垢地 开始一直来到十地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境界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四等一切万法 全是无有任何的所住 能住 以及是本体等等 凡是所有的这些万法 在十地菩萨境界当中都不可得到的 然后从加行道的圣法位开始 它有所殊胜不可动摇的一种境界 一种定界 那么这种境界叫做什么呢 就是世间第一法 也就是说是加行道当中的最后一个 再从世间的修正当中 再没有更高的了 因为它马上要获得了 见到了 所以这种境界叫做世间第一法 这个是我们刚才 菩萨道者前面加行道的四个不同阶段 然后最后 为什么这样得不到呢 后面有这样的一个理由 必当之理由 一副一贤之 不见诸法果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的 声闻 缘觉 菩萨的智慧 也是无所可得的 然后从本体和因缘 还有果位 也就是说 记者 道者 辩者 所了知的对境 就是基道果 基道果的所有对境也好 然后善知的友情 都不可得 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理证的方式来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一样的 万法不可得的道理 我们通过理证也是可以的 但是弥勒菩萨在这里没有依靠 金刚邪音 破意义声音 令音多音 缘起音 还有有无神变音等等 没有用这些音 中观音程派和自虚派的各种推理法 没有用这些 而用是什么呢 因为能召见一切万法 真相的量食物 我等大师 佛陀 以佛陀 以他的今所有知和如所有知 照见一切万法的因体果 因体果在三个方面 进行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无所得 虽然佛的今所有知面前 像现而不适的 就是像如梦 如幻 如痒痒 如电 露水等等 像这样能见到一些 但实际上这不是实质的 佛真正在如所有知面前 所有现有能力所舍的一切万法也好 或者说七情世纪 有情世纪 或者说有为法和无为法 所舍的一切的一切万法 都没有一个实质的 所以这一点是佛陀没有召见过 有些人可能想 佛陀没有召见的话 是不是真正成为是正量呢 这就是真正的正量 如果凡夫人没有召见的话 凡夫人有严障 凡夫人有业障 所以他没有召见 不一定是 确实是没有的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 前世后世应该不存在 因为我没有看到的缘故 因为很多人没有看到的缘故 所以我们迷茫的众生没有看到 不一定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的太多了 但是佛陀要成为量师佛的话 他没有见到的是真实的 当然这个我们主要是作为佛教徒来讲成立的 如果是非佛教徒来讲 这个是先应该 佛陀正称为是量师佛 然后再进行论证 否则他即使有正理 即使有客观事实 但是有些因为不承认宗派的注视 所以他不一定程序 所以我们很多人来讲 首先要知道 佛确实在整个大现世间当中 万事万物 现在都有这样无碍的智慧 说实在有些虽然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没有理由 佛陀所讲的这些不是真实 因为他无法破掉 除非是他自己的固执和 自己的一些邪见来不承认而已 因此我经常想 我们在工人来讲 现在众所主持的 整个世界的一些历史来讲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已经离开人间 已经2557年了吧 今年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有无数的智者 佛陀的这些教言全部都是 现在我们眼前堆积如山的 但是确实是 里面所讲的一些法力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破掉的 这一点不是我们佛教徒自己承许的 因此佛陀以他辩知的智慧能照见 所有在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 万法的本体不能成立 那这个是真实的 因此这样以后 我们学薄弱 大家都是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会减少执著 其实学薄弱 减少执著是很重要的 汉地禅宗当中经常说 看破放下 但是很多人看不破 放不下怎么办呢 我们都给他建议 还是学相关专论 学了相关专论之后 噢 原来从佛陀的智慧照见 我们现在所执著的这些任何的法 它的本体也是不存在的 然后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去观察的时候 也是万法的本体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我们迷茫的众生 好像孩童就像他追着彩虹一样 执迷不无而已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真实的事宜 那这个时候逐渐逐渐 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 噢 我今天听一节课 什么执著都没有了 下去就不用吃饭了 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这种执著 逐渐逐渐潜移默化 最后确实也是 噢 原来我很愚痴的 我对很多世间的执著 到最后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警察而已 原来学院附近的一个堪布 他在讲《相关专案论》的时候 他批评另一个堪布 这个堪布跑到县上去看他自己亲戚的病人 然后这个法师批评他说 你为什么要娶自己的亲戚 其他众生生病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看 说明你相关专案论没有通达 所以我想很多人 逐渐逐渐也会从道理上 其他众生 比如说其他众生死了 你不一定会哭的 然后自己家里的父母死了的话 一直说你给我两个亲戚 我今天哥哥死了 母亲死了 父亲死了 所以很多道友经常对自己家人的 死亡和执著很难舍去 而其他众生死了的时候不但不哭 甚至有些人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 这也是我们对众生平等和万法皆空的道理 并没有完全理屈 逐渐逐渐相续当中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 今天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着我虎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